利用暑假桃園以及內湖地區的慈藝志工 分別舉辦了三天兩夜的探索體驗營 這一次是以愛一直都在為活動主題 在都市生活看到長在泥土裡的菜已經很難得 而且還要自己摘 小朋友手忙腳亂但也熟能生巧 從摘菜到整理全都自己來 就是為了要把愛送出去 一盒菜 兩盒菜 三盒菜送給我奶奶 他們的任務不只是如此 走進公園 走入市場甚至是店家就為宣導 除了環境保護門有保護的事情 請問你不要用塑膠袋嗎 不要用塑膠袋喔 學員們放下害羞開口邀約大人來簽名 也送上自己摘的新鮮蔬菜 好 謝謝 感恩 讓我們早上自己摘的菜 都丟到亂丟 丟到水裡丟到海灘 那如果丟到水裡就會被魚啊蝦吃掉 少用塑膠袋來對環保地球盡一份心意 孩子們說的有道理大人們也都樂於響應 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然後鼓勵大家減燃減碳 少用垃圾袋 然後種植這個有基礎賽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棒 三天兩夜的探索營活動 孩子們學會獨立也學會付出 在桃園同樣以愛一直都在為主題 關懷教養院運友也奉茶感恩父母 更有人以自己的經驗分享 愛要及時說 擔任生活組工作人員張仁鑫 這一年就很幸福 是全家都來參加 媽媽當隊輔 我當生活組 也就是很幸福地在這邊 替大小菩薩植福田 然後我們也是覺得說 可以來這裡 投入我們一分心力 有共同的回憶 共同的喜悅 也能夠讓愛一直都在 大安新聞珍美之公 綜合報導